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打風了 有我們陪伴你們了 真是厲害了 香港人是不是很喜歡打風呢 香港人很多人都很喜歡打風 為什麼 因為學王子華說的時候 什麼 八號八號八號 然後開台換我 你現在香港有些公司 八號風球 HOME OFFICE 先說明 OK仔都要上班 人人很多天都要上班 我都要上班 上班其實是可以賺錢 香港人最喜歡上班 要供樓 但這應該是天賜給你的假期 其實是否真的有呢 先給個LIKE 支持一下我們五問雞Platron 無廣告和大家打風 跟大家研究一下 打風啊 經過這個叫做疫情之後 香港人做事的生態已經大改變了 因為疫情那時候 大家出不了街不出街 減少戶外的工作 所以李老闆的時候 李老闆啊 安排了一些工序 又到時候 明明沒有可以在家裏做的 變一變 原來可以在家裏做的 好了 現在有人探討 8號風球 原來打工仔 是不能放假的 因為自從有work from home 這件事發明之後 每個人 20號波 30號波 什麼波都好 都要留在家裏工作 這麼可憐 是不是這樣呢 可以跟大家研究一下 風暴消息那些 天文台說什麼 下午來 這個打得差 他說 8號應該在6點 到第二天的9點 不是 它是6節9 晚上6節9 晚上6節9 今晚6節9 就會掛8號 是啊 會改發 就不是明早完 不是 不是 誤會 誤會 因為現在天文台很有趣的 跟以前的做法很不同的 以前就好像大家在那裡 跑馬仔那樣 等開閘 然後三號八號 這樣 現在天文台 全部 預先 就會說定 那個方向是怎樣 下午 現在大家可能聽到 這條片的時候 已經進入了 準備掛3號風球的狀況 或者可能掛了 你也不知道 但是今晚 掛了 已經 剛剛彈了 我正在錄的時候 剛剛 彈出來了 就說已經改發了3號風球 已經 那天文台就說今晚 考慮 記住我用考慮的情況 考慮 6至9 究竟6點到9點這個範圍 會不會掛8號 視乎那個風 走勢 因為今次這個風 又說 說到 會在 早一陣子 昨天 又說在馬鞍山上 略過 又說成成的 我看到風 下調了 怎樣都好 對香港人來說 大家都很關心 第一件事 你今早新聞都報了 去中國市場送貨 沒錯 第二件事 就 好像上蛋約 第二件事 就是說 今天晚上可以準備 約定朋友 打牌 來吧 我今天聽到 講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最感覺上 很厲害 那件事 OK仔說 你猜我很喜歡打風 我是不喜歡打風 我 我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 少接觸一點 因為 我不關事 我打不打風 也是這樣 是啊 但是 我以前拍戲的時候 打風會影響到我 是啊 可能會撞旗 之後 所以我也不喜歡打風 做事之後 有一部分人是喜歡打風的 為什麼呢 它是關乎工種的問題 工種通常大家都知道 它是做office 寫字樓 銀行 甚至乎 可能做一些零售業 零售業可能都未必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想你要跑數 對吧 你打了入風 你少了一天跑數 你的數不會說 因為打了入風 而 目標減少了 那你就明天要追回昨天的數 那你就變相有壓力 那當然我不知道那些銀行員怎麼想 可能他們 嘿 怕什麼呢 我月頭第一天就已經跑夠數了 過個月我也不需要怎樣 沒有壓力 那你厲害 拍手掌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來的嘛 但是 對一些叫做普通做文職的工種 我相信呢 有一些朋友呢 都是他們覺得 喂 幾好啊 在打荒爆風球 我說多日假 又可以提早走 那 為什麼我就特別不喜歡呢 我也試過享受過一些叫做打風的日子 是不需要上班的 但是 你問我呢 在我自己的立場來說 因為我做的那些工種呢 總之你一打風呢 第二天呢 有些人會覺得 哇 打風啊 然後做雙倍的 第二天 蛤 做雙倍的 做雙倍的 我整個星期都要做雙倍的 因為我們做物流類似送貨給客人,我們要安排 將所有的東西延期 可能說今天幾千單,今天送不到的,我們怎樣去安排呢? 那我將來還有幾千單,幾千個客人要等品牌去送的時候 我不是雙倍嗎? 有work load,還有很多東西在工作上安排 每個人都會覺得,有些人會說,長命功夫,長命做 這句話說,對呀,長命功夫,長命做 但是你想想,如果你將心比己 你是買了東西去等收貨的人 可不可以送貨員跟你說,等下吧,長命功夫,長命做 你的東西什麼時候送,我不知道 這樣行不行,你真是投訴到爆了 大家是會很關心,究竟那些東西什麼時候可以送到你的手上 所以我們做那一行,我們一看到打風就頭赤 其實反而對我們來說,我自己心目中來說 打公仔,打風在香港,我覺得是慘無人道的 為什麼這麼說? 一,你就要提前準備好了 打風前,好像現在這樣,三號風球 你接下來八號風球,是不是真的會掛? 首先,那時候,我們說真的一句 嘩,如果當今天打風 三、四日前,甚至乎一個禮拜前 已經準備開定天文台 預測風暴路徑,好像我們做了天文台那樣 你們經常說那些貨櫃碼頭消息,各樣各樣的 就是這樣 就是要計劃了,真的要做一個預計 究竟真的打風,怎樣安排 要不需要跟不同的部門協調 準備去到,如果真的打,機會率有多高 如果越來越近那天 就是預測風來那天 我們是不是應該安排那些貨櫃減少 或者一早已經把那些禮拜 或者所有的送貨服務 所有的東西要改期 好了,這就是客對外的工作 對內的工作就是 喂,打風哦,如果什麼時候打 可能在做事的時候,打風又怎樣安排呢? 或者有多少人下了球之後可以上班呢? 這些全部都是很頭痛的事情 因為我們做管理的 有時候,遇著那些朋友 喂,下個球,不行啊 我家門口打風又回不了了 我家門口水浸,水浸眼眉又回不了 那很多人就蛇鬼 一定有這樣的朋友 所以我們要怎樣去處理呢? 尤其是我那時候做的工作 我就說一打風,頭都戴上了 基本上你是沒有好睡覺的 但是現在 有些人就說,你那種工作總是 但是現在多了 一些叫做work from home 或者這個招式叫做work from home 那究竟 是不是 可以真的打風 如果touchwood我老闆打來 喂,有些事情要跟著 你今天也是上班的 那可能打工就說 喂,波浪風求啊,老闆 我上什麼工作啊? 休息啊 那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們就找到報紙 找到網上一些資料 那究竟是否可以在家工作 還是安排 喂,不行 我那天躺平了 老闆叫我,我也躺平了 不動 那是不是可以這樣呢? 當然啦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這個風可能 和大家有影響 那 接下來預計天文台 更加說今晚或者明明早 很接近香港 這些事情 就等天文台去研究了 更加說到有機會水浸又成成了 那大家真的小心 當然啦 有媒體訪問了一些大型公司的人事部 其中可能了解一下 究竟 僱員 究竟在這個八號波 或者暴風雨下 紅雨、黑雨那些環境 會不會需要打工 要不要開工呢? 當然,有人認為這樣說 就說 在這個台風及暴雨警告下 工作守則的制定原意就是說 是保障員工 在惡劣天氣下的人身安全 就說沒有表明呢 八號風球等於放風假的 有一個人事部 在網上 一些很資深 公司人事部的人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覺得 根據剛才我們說的工作守則底下 你 好像黑雨那樣 你回到公司 突然黑雨 你都不可以馬上離開 辦公室的 反而指引是叫你留在安全的地方 其實打風也是 你反過來想想 你爆風球 其實天文台 大家都知道出來做事 大家都知道 天文台會預告 究竟幾時 幾點會掛 為什麼要預告呢? 就是方便 一些叫做住得遠 交通 可能就很麻煩 有些人可能住離島 如景灣 長洲 煤窩 等等 你會停船 等那些老闆 或者你的主管 部門的主管 安排你的員工 或者你的同事 提早分批有罪 提早先讓他離開 以免他沒有辦法 坐船回家的時候 他真的會站在那裡 很尷尬的 但是 有些人就說 可能我回到工 回到工 突然之間 掛了八號風球 不是沒試過的 掛得很快的 三號 八號 都沒想過會掛八號球 在你的工作時候掛八號球 在勞工處 或者這些叫做 公司通常有些叫做 台風守則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們都建議 公司盡量安排 員工留在一個叫做 安全的地方 暫避 大雨也好 打風也好 等情況許可 先或者 怎樣安排員工 回去家 因為 大家都明白到 你外面風大雨大 有些人說 不行 很危險啊 寫著來會穿洞啊 你真的 你跟老闆說 老闆笑你 有些人會不行 一定要死去回家 不行 我覺得公司很不安全 這樣說 是啊 打風 不行 我要出去逼一下 其實就是想走 根本就不想上班 是啊 其實指引就叫你留在安全地方 其實李老闆有責任 留你在安全地方 萬一有什麼事 你在回家或者上班途中 喂大哥 他真是背起身 這些事情 所以 就說 當然 你說現在 好像今晚 掛 不知道掛到幾點 夠時 夠時 你做寫自由工作 你做寫自由工作 我不先說其他公眾 只是說寫自由工作 你舉例 你平日每天 每天 朝九晚五 你七八點 就起床了 有些 如果朋友 留意打風 住得遠的 他們可能早點起床 就看著電話 天文台究竟是不是掛八號風球 八號 八號 好像跑馬 那樣 好 那你掛了八號 按 根據那個指引就是 你要留在安全地方 所以 為什麼有一個風格的形式 好像風格的形式 就是說 其實 如果 那天天文台園掛了八號風球 大家 因為 不會出街的 因為在街上是危險的 要不你就回去公司 要不你就留在家 要不你就留在家 以前 那個辦公室的情況 就是 就留在家 那我不出街 你又不需要上班 因為危險 但是 以前是沒有 work from home 你很多 工序 尤其是 你做銀行 做一些寫字樓 你沒有辦法遙距的 那你就 但是我自己覺得 在人類的層面 你work from home 是不人道的 在這個風格的時候 為什麼呢 你當生物的原意 在這個這麼惡劣的環境下 大家應該在動月裡休息 是 沒有的 沒有這件事 做到混蛋 是的 一向都是 有網絡在家裡 我也要你動 既然沒有 有人說 既然沒有 因為既然沒有這件事 因為是疫情 疫情 大家要記住 不是颱風影響到 你這次要做work from home 是因為疫情 之後呢 衍生了一個叫work from home的東西 OK work from home的東西 就是說 我將你工作的東西 就帶了在家裡 在疫情的時候 有人就說 很好 現在 沒有人說會好的 因為 用到你盡 有開工就沒有收工 是不是 還要走不開 很多時候 又說要檢查你 又說要整整 一會兒 有什麼不應急 又說可能會隨時被人罰等等 這些問題 有辣有不辣的 所以有些人就說 我寧願上班了 大哥 我起碼限時限後 我九點鐘開工 五點鐘收工 緊的了 是不是 之後你找我 我採你右面 因為我已經收了工 但是你work from home 不是 好像無料 無止境 停不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 究竟 現在你們公司的安排是怎樣 但是 我剛才提到 有一些人事部 做了很久的人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 其實 你在掛八路風球那天 你老闆放假 你老闆有沒有扣過你的薪金呢 沒有 你是否扣你 扣你大嫁 做這個叫風假 又不是 同樣要出糧給你 所以 就說 你 你老闆有權 有權 因為你那天不是紅人 不是說什麼 是有要求 有權要求 你在家裡工作 這件事 沒有說合不合理 只不過現在 疫情底下 就轉了 我也知道 可能到這個時候 那些人聽到 嘩 你不是吧 你說這種話 這也叫合理 你不可以跟我說 跟你老闆說 對不對 就是 按照他們的理論 就是 因為你那天 不是 day off 你不是拿了大假 你又是正常working day 只不過因為 打封關 你還未能夠 回到公司工作 那現在 有一個方案 其實有一個方法 就叫route from home 的物體 所以 有人就開始想了 究竟 那老闆 有沒有權 要我這樣做 那 這個大公司的HR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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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你說 當了 明天真是 掛掘風球 那你回不到 office 做一些開會的動作 開會而已 講開會的動作 那你用zoom 那些人就說 用zoom 行不行 你開不可以 因為你家 現在全香港打著 8號風球 你開不到zoom 這樣 嘩 你說香港人真是 唉 有人又說 真是可憐 香港人現在進化到 連打風都要做 不是說進化 淒涼 其實很多人 其實打風 很多年 都一直都要做 我用回自己的例子 我出來工作這麼久 這麼說 10號風球 不是很多次 8號風球 我8號風球 都是要上班的 是吧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可能 我上班這個時刻 是8號風球 你做過一行 是啊 我那行 但是 可能幾個小時後 或者半天之後 它會落波 落波 市面上就馬上 resum 是不是 如果我們那部分 我那部分 因為8號風球 沒有ready的時候 下面那些 之後的工種 就會拖出來 就是延遲 delay 影響了很多人 所以有時候 公司那些 叫做條款 或者規矩 那些規矩 是要做 爆風球 當然 就是給你錢 所以香港人 那種 做事方法 跟 有些人就說 自己跟柬埔寨 買血 沒什麼分別 不同的 不同的 人家慘很多 你不要用這些 來講 但是 香港人是苦況來的 這件事情 那你說 不是 人家 叫做地盤那些 都不開工 那為什麼要我開工 那人家戶外工作 有危險性 是不是 他搭棚 他不可以在他家 搖去 搖控地盤搭棚 是不是 他沒有辦法 可以搖他 做倒泥頭 做這些 叫做倒石屎 木工 那些工作 有些東西一定是 就是送貨一樣 是不是 你難道叫人家 爆風球送貨給你嗎 你想想 這麼危險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明白到 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 有人就說 嘩 現在 可以轉這件事 當然 有人就說 有些公司 在疫情裡面 沒有玩過 work from home 這件事 是不是 疫情期間 沒有玩可以不要玩 對 疫情期間 那班 那班 叫做打工仔 因為他的公司 沒有work from home 所以 他又跟人不同名 他們就要上班 疫情的時候 他也要繼續要上班 反過來 你想想 如果他掛八號球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work from home 他就不需要work from home 對不對 這件事 有人就說 嘩 那我不是很不公平 我有work from home 然後就比較 嘩 我有work from home 我打風就要開工 人家 公司沒有work from home 他們就不需要 開 work from home 那我就很虧張 那他們就回來了 這些 看你怎麼想 正所謂 你享受過 然後現在 又有一個 副作用 不要用後遺症 用副作用 就是說 因為你疫情之後 很舒服 你可以在家裡工作 人家很慘 在疫情高峰期的時候 都要 這樣就上班 那你想想 在那時候 你就舒服了 人家就好像慘了 好了 到現在打風了 到你覺得自己慘了 人家就舒服了 to be fair 有時候好像有些事情 好像很公平 又好像很不公平 那你看看你自己想 是不是 那有這些叫做 資深HR 就跟別人說 他就說 你要這樣 如果真的這樣 去跟別人比較 擺明 就玩死你自己 是的 我那個時候 我經常都說 我做寫字流的 為什麼我八號風球 都要上班呢 有時候 那時候還要上班 呼呼風聲 聽著寫字流 外面的風 噴噴聲 噴噴 甚至乎水浸的 嘩 我的情況很惡劣 我都會想 為什麼差那麼遠呢 我明明我也是對著電腦 拿著麥克風 也是這樣做的 為什麼別人寫字流 休息 我要做 不要問為什麼 如果你問為什麼 你再問下去 就會變成變態散狂 為什麼 會殺死老闆 那些 不要再問了 所以 不是 你選到自己 瘋了 對吧 當然 如果你要問為什麼 你想一下 為什麼有些人 不喜歡打風 他們是解僱的 在現在的環境 日薪工作 明明有公開 好了 因為打風 停了 沒有公開 喂 他收入沒有了 但是你打風 你依然有 人工你代的時候 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 為什麼有些人 喜歡打風 有些人 不喜歡打風 寧願 他最好 一整年都不要打風 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 其實 你問我 喂 打風啊 都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事 對吧 那 你想一下你自己 如果 這個星期 你很多活動 安排了 因為打風 你可能要改期 是不是 你本身可能 約了別人送貨 來 裝飾的 我買了一部電視機 原先 訂了下星期四 哇 滿心歡喜 等了整個星期 哇 我終於有一部大電視機了 可以開個YouTube 聽我們了 聽吳仔說話 包震撼 是不是 哎呀 哎呀 不要亂說 包震撼 電視機 那你 舉例而已 或者 我終於拿一部大電視機來打機 很開心 那 哎呀 星期四 打風 送不來 然後 不知道改到什麼時候 很多事 或者我約了一個朋友出街 打算很久沒見 吃一頓飯 打風 不行了 不好意思 哎呀 藍馬都吃不到 唉 為什麼 打風 大家都明白了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 很 頭痛 你自己去考慮 那有些人說 哎呀打風 出什麼街 留在家 那你每天都留在家 現在香港人 是吧 疫情下 都已經少了很多活動 那這些叫做有辣有不辣的東西 就自己看 所以有一個叫做 就是有些人事部的專家 這樣說 他就說 他就奉勸 那些打工仔 他就說 無論 有沒有打風 都應該做好本分 完成自己工作 因為他的角度就是 你今天不做 明天都要做 是吧 你可以不做的 那你今天不做 你回去第二天 就是double double 做死你了 我也是那句 我從來沒有做過double work load 只有chiple 甚至乎是一個星期的 chiple 喂 打一天風 撿半個星期 半個月 我試過 真的好恐怖的 這些事情 不要搞 真的 沒有的 沒有得不搞的 一定搞的 你打 你討厭他 你不想打風一件事 是 但他一樣是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只是開玩笑而已 其實 去到這個位置 都可以說一下 怎樣呢 原來勞工署曾經表示 台風下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則 是依照員工必須回工作崗位的情況下去制定的 當員工上班放工期間受到惡劣天氣影響而未能準時到達工作地點 僱主應著情處理 當企業實行在家工作 即是work from home的安排的時候 員工無需往返工作地點 而家屬於安全地方 所以這份守則不能夠涵蓋在家工作的情況 當然 其實勞工署的指引都是跟你講 即是跟你老闆自己去研究 究竟有沒有必要 有沒有事情做 當然 你自己想 你舒服了一天 你不做 你說不行啊 我今天是要躺平的 打風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手動不了 打不到字 很多 很多這些跳皮怪的 出來做事 不是未見過 竟然敢跟你說 你家門口打風也有 神經病 我聽過這些席 回不了門口 我家裡有龍捲風的門口 是呀 嘩 你這樣說 打不就你不回頭 怕了你 即是 明白啦 他是要賴皮的 不回頭 難道我說我迫你嗎 即是這些 出來打工做事都是 自己舒服了一天 回到來 瘦的 很大機會都是自己 不是說你被人罰的那種瘦 而是那種工序 時間壓迫 大家一起很辛苦 要追回進度 那種壓力 這些事情 都是告訴大家 至於 現在香港 接下來 是不是真的每個人 打工仔需要 有機會 領教一下 究竟打風 是否要從家 明天 我相信 很大機會會知道 這件事 跟大家更新一下 即是 現時天文台已經掛了 35號風球 嘩 這個風還超級 是啊 看看今晚 或者6點至9點 預告 他說很考慮 看看今晚 是不是真的會掛 這個八號風球 希望大家 今晚下午下班的時候 小心 人多車多 一定是 路上平安 路上平安 回家了 今集時間 這麼多 拜拜 拜拜